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韩剧《类之女王》打败孙艺珍与玄冰定情做爱的迫降 创下TVN历年最高熟视记录 让主演金志愿、金秀贤两人迎来出道以来新巅峰 两人在剧中的化学反应更让粉丝频频敲碗 许愿两人会像当年孙艺珍与玄冰那样细散后原地宣布喜讯 《类之女王》威力强大 不只让粉丝们迟迟无法出坑 就连花了约一年时间 一夫妻身份相处的金志愿与金秀贤都看似伪能习惯 此前为品牌活动飞往新加坡的金志愿 被抓包无名纸上的婚戒仍仅仅戴牢牢 除了魂戴牢牢之外 金志愿全身造型皆出自法国精品瑟琳 其中蓝色棒球帽更在剧中出现过 但由于未提供赞助 播出时已进行后置处理 将瑟琳变为Aline后播出 《类王》这回非新加坡出差 再度戴上同款帽子 让粉丝留言为品牌下注解 Celine这一次我要把广告位都夺回来 人气盘生至巅峰的金志愿 日前已经结束了出道14年来的首次粉丝见面会 这回现身人穿机场时 就有大批粉丝与媒体守候 正是她的超高人气 面对机场的超大阵仗 她也面带笑容 不断挥手与现场酒后的大家打招呼 不断比心让在场摄影捕捉 美丽欠影 同时无名纸上的魂界 更是大刺刺的闪到不行 实际上 这回她飞往新加坡 正是为了出席该款魂界的品牌 保格丽保戈瑞活动 飞抵新加坡时 现场大批粉丝都在等候她 巨星威力让人不能小觑 自先受邀远赴新加坡出席 保格丽保戈瑞香水发表会时 不知在首尔就有很多粉丝送机 递达新加坡时 也有大批粉丝守候她 同样的状况在她返韩时 有再度上演 现场发生激烈推积 由于金志愿过去没看过 这类偶像级超人气的大阵仗场面 因此让她吓了一跳 自趟出差行程的高清美照陆续曝光后 让粉丝发现当天选穿粉色学访扬装的她 甜美温柔扮相十分迷人 但却因为一个小细节 被大票粉丝抓包 金秀贤吃醋了 从活动现场流出的影音来看 金志愿当天穿的粉色洋装 虽然正面看起来甜美优雅 但真正的亮点却在背后 转过身来身力开到腰 露出整片漂亮裸背 这是因为金志愿当天将长发随性放下 因此裸背在发丝间若隐若现 但也因为这样子的打扮 被粉丝抓包金秀贤反常举动 让大票CP粉情侣粉推测 金秀贤吃醋了 由于类之女王拍摄期 与宣传期几乎无缝接轨 金志愿与金秀贤 以夫妻角色亲密相处一年多 两人在剧中的化学反应也有目共睹 让不少CP粉敲碗 要两人原地在一起 细散之后 金秀贤空闲的时间多了许多 她也赶上流行玩起 韩星与粉丝的私密订阅制社群泡泡 不时发讯息跟粉丝互动 而在金志愿穿着露背装现身活动现场时 她反常地在泡泡上狂晒42张图 让此事等上热搜话题 有大票粉丝认为露背调出多日不见踪影的金秀贤 打翻42同促 泡泡看起来非常崩溃 故作自信关心女友的秀满 由于两人并没有传出确定的恋爱消息 也有粉丝认为金秀贤只不过是清手机内存 报复性营业等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付费订阅泡泡的粉丝们认为 金秀贤相当热衷于在泡泡与粉丝们互动 不只常常发送福利照片 更常常浮出水面以读粉丝们的讯息 因此让大家觉得付费订阅很值得 韩国男星金秀贤与女神金志愿 共同合作的韩剧类之女王创下高收视率 两人在剧中历经生死的虐恋 让许多粉丝为之动容 加上俊男美女的高颜值组合 不仅成为最火红的荧幕CP 也成功收获大批海外观众 听借着高人气 在剧波比不到半年时间 两人就手握满满的广告代言 日本高级护肤品牌代科 10月1日宣布请到金秀贤担任旗下 高端线ATO系列合作的代言人 并同时发布了金秀贤拍摄的 全新广告视觉形象 消息一出 品牌日本官网早上还一度当机进不去 线上有4000多个人在等候 很多客人看到日本的IG的公告 都打电话到公司询问 网友也纷纷留言大赞 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也是日本高斯集团启用的 第一位韩星代言人 在最新出刊的Vogue日本版 金秀贤提到 他总是会照顾好自己的皮肤 确保皮肤能够在稳定状态 化妆水和乳液是我每天逼不可少的 你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 某些东西是否不适合自己的皮肤 我喜欢温和且滋润的产品 他在访问中还提到认为美丽的肌肤始于幸福感 一句话就被网友笑说 简直适合绯闻对象金志愿隔空放闪 31岁的韩国女星金志愿 17岁出道至今演过许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也行锁过许多经典角色 但今年2024出因与金秀贤合作类之女王人气 达到前所未有高峰 更应该聚在串流平台Netflix播出 让他爆红全球代言街道手软 上个月宝格丽BVLGARI宣布金志愿成为品牌珠宝万表 与香水的韩国品牌大使 最后他就登上韩版Vogue以逆天美貌演绎宝格丽珠宝与香水 时隔不久韩国本土青珠宝品牌Stonehenge也看准他的魅力 让他佩戴自家饰品 登上另一本杂志W Korea11月别册 魅力非同小可 实际上Stonehenge旗下有New James坐镇 自2023年秋季起 这群五位平均仅18岁的女孩们担任代言人 扛起代货重责大任 New James以怪物新人之姿 从大前辈全志贤手中接下代言报 当时全志贤已与该品牌合作长达七年之久 有了前任长跑多年在前的例子后 New James仅仅代言一年 如今品牌拍摄杂志已开始寻求全新联孔 找来金志愿跨刀 让网路上开始流传金志愿即将取代New James代言棒的传闻 出道两年的New James人红是非多 虽然美人手上都握有大牌代言 也有诸多团体代言在手 但近半年来不断卷入公司权力斗争风暴 成员之一Hanny本周又到国会担任参考人 为凿到职场霸凌现身说法 让团体是非争议再加一 不知是否因此Stonehand才在宣传上 舍自家代言人不用 找来新联孔救火 但在品牌官方社群上仍写上New James团命力挺 以另一种行动作为这群18岁少女们的坚强后盾 女星金志愿因演出韩剧《类之女王霸气财阀千金红海人爆红》 迎来人气高峰 广告代言简直接到手软 29日韩国轻珠宝品牌Stonehand正式宣布请到金志愿作为品牌代言人 并公开多张金志愿为杂志拍摄的画报 每张都美到让人目不转睛 其中一张照片更是中门大开 性感礼服胸前挖空 大晒澎湃美胸 好身材尽喽 不久前金志愿才成为宝格力 比VLGRI珠宝万表与香水的韩国品牌大使 宣机就登上时尚杂志Vogue韩国版为宝格力拍摄单元 昨天韩国轻珠宝品牌Stonehand公开金志愿成为最新news并表示 金志愿同时具有古典优雅都会干练的氛围 同时也是代表潮流的标志性演员 与品牌追求的美丽非常相配 随之释出金志愿在WKOREA11月号拍摄的多张画报 迷蒙的眼神和优雅的姿势 每张都展现了极致美感 韩国本土青珠宝品牌Stonehand早先由韩俊女生 全志贤代言长达七年之久 2023年秋季起则改由平均仅18岁的怪物新人女团 NUGENES结下代言棒 但NUGENES近来卷入公司权力斗争 仅代言短短一年时间 现在就由人气当红的金志愿所取代 感谢观看